因為這個劉彥黎也不是這個 劉彥黎不是讀這個 差點財 財經相關 對啊 也不是做建築 做什麼的工程都不是 這麼熱心公益 你媽在做議員 這麼熱心公益在做督庚 那你去台中應該是做督發局長 你怎麼跑去台中當野考位主委 這個很莫名其妙 所以這個案子呢 看起來是有貓膩的 先感謝鄭浩把這個督庚的資料 給我讓我可以去報告 沒有 許巧欣不要相信這一段 到時候會害得這個資料 趕快把溫朗東的排名調高 這個我們有選舉過就知道 那個紅子是什麼 許巧欣議員進陣 這抑鬱多吃 第一個 許巧欣他有去現場 然後去跟他打個招呼 所以他表面上是講督庚 事實上許巧欣他就出現了 來讓他露個臉 對 然後有一個摸個彩 那鄉親就是滿載而歸 第二個 他用這個名義 他就是可以去跟建商 所以你要不要來贊助我啊 到時候你要在松山信義這邊 要推廣都更的話 我這個就是在地的協會 我有雜根 這個協會的這個創辦理事長的老婆 就是台北市議員 就這個選舉了 所以這個協會很有影響力 先感謝鄭浩把這個都更資料給我 讓我可以去報告 沒有啊 許巧欣不要相信這一段 到時候會害得這個資料 趕快把溫朗東的排名調高 好幾年前就已經有住一招 他剛成立就有在住一招 但他違庭的那個時候 其實我就有在住一招 你那時候原本就想殺下去 那時候就有殺 可是那資料沒有那麼豐富 對 然後後來在這一次的時候 因為又爆出說這個羅聖德律師 他們有現在也是當理事長嘛 對 也是這個協會的人 他跟劉彥也是輪流去當理事長 那因為羅聖德幫他們家族 這個設詐的事情 等於就是御用律師 介入很深 就一個很核心的人 還去喬說讓林倫去頂罪 還去派張律師 對 所以我就去關心了這個協會事情 重新去爬出這事情之後 就有更多的在地騎勞 來跟我爆料 在地騎勞 對 對 在地比較有兩地的那個人事 朗東的排名正往上飆升到中 然後就跟我們這個很詳盡的說明 這個協會在地方運作的一個狀況 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建商 第二階段是撒錢 第一階段建商的部分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環節 就是遊演裡有去做講座 然後他們協會裡面的 這個黃凱鈞也有在這邊講座 做一些建商相關的一些 跟都更相關的事情 在這活動中羅聖德也有出現 所以就是關鍵人物 在這樣的一個都更協會的講座中 基本上全部都在 這是中華民國獨子更新研究發展協會 2020年12月22日天文 松山信義區 他名叫中華民國 但其實只處理徐曉星 對 叫做偉老都跟公益徐曉獎座 誰呢 本會理事 羅聖德也特別幫李明去做法律之行 和劉曉曉理事講師 沒錯 那個時候他辦了很多這個李明活動 而且你看 這邊還有一個看起來像是抽獎箱的 摩彩箱 摩彩 禮物在這邊 財品在這邊 這個我們有選舉過就知道 那個紅子是什麼 徐曉星議員進陣 進陣 這抑鬱多吃啦 第一個徐曉星他有去現場 然後去跟他打個招呼 對 所以他表面上是講都更 事實上徐曉星他就出現了 來讓他露個臉 對 然後有一個摸個彩 那鄉親就是滿載而歸嘛 第二個他用這個名義 他就是可以去跟建商 說你要不要來贊助我啊 是 你要在松山信義這邊 要推廣都更的話 我這個就是在地的協會 我有搭根 這個協會的這個 這個創辦理事長的老婆 就是台北市議員 就這個選舉了 所以這個協會很有影響力 但有趣的來囉 你知道這個協會的臉書 最後一次更新什麼時候 2021年11月的時候 為什麼 他就沒有在運作了 對 轉到檯面一下 但他其實還一直在跑 對 因為我2024年選舉還有贊助 比方說這個協會沒廢啊 對 接下來就到了 2023年去年一整年的時候 我所介紹在地騎擾的一個情資 是 有多個禮 多個禮 都拿到了這個協會的錢跟資源 去發放物資 是 然後找禮民過來 請他們支持許小新 對 但是大部分的禮有重製文宣 只有這家慧安禮比較可愛 把原版文宣給撲出來 然後把許小新的頭放上去 對 因為很多禮就會把這邊給遮住 只露出某某禮辦公室 然後許小新也不會 對 等你到現場才知道 是受到去支持 像是比較不會露現 感謝許小新贊助殺其馬 然後這邊重點是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都市更新發展協會 就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協會 對 就出資了 那你說 里長有可能說里長自己出啊 里長一個月薪水就四五萬塊 那還不是薪水那是事務費 那你每一次去幫忙 找一堆租戶來 就來得很踴躍 來一千個人 我就給他一千盒記載出去 哈哈哈哈 那我一個月薪水都要倒扣 你知道美嘎是什麼嗎 2023年里長不用選舉 對啊 他剛選上好不好 我剛選上 這要爽的這個時候 帶里民出國去玩的時候 他還幫忙辦這個活動 你覺得他會自套鴨包做這個事情嗎 那其實類似的這個做法 這邊又整理出來 張志倫也做一樣的 這是國民黨家族怪用的手法 當我要捐東西的時候 我沒辦法自己捐 我弄個基金會來幫忙 讓基金會捐給里長 里長再去捐給李明 然後那些李明 你也不要直接講說某某人動算 你只要暗示說 我們是支持某某家就好了 那你看張志倫這邊有一個 那時候送LED 這個叫賢清文教基金會 我去查過他的董事長 就是他父親張信聰 反正也是他們家的基金會 送一個LED燈 LED的市價肯定超過30塊錢 大概就150到200塊左右 但是張志倫就說不是我送的 是基金會送 還是里長自己辦的 是基金會送的 其實跟徐曉星 這是完全如出一策 因此要講 為什麼說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他遇到的問題是說 他有沒有跟建商官商勾結 這個活動 這個協會本身 因為他台北市議員的權利 跟都跟臺北市政府有牽連 所以他如果有這樣 去跟臺北市官說 去推動某些案子 這會有第一層次的問題 但第二層次是 許曉妮現在最怕的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北檢就已經有查過 許曉青有一個 他整個社會的事情 對 這種里長送什麼袋子 袋子裡面有壽面 然後裡面有銅鑼燒 就一堆有的沒的東西 再加起來就是一定超過30 但是這個案子 目前為講沒有癥結 對 檢教還在辦 等於這是在原本的案子上 再多加了一件 這次最大一個差別是 已經勾集出了相關的提供資源 這個協會 就是他老公 以及整個詐團的御用律師 羅盛德 在當理事長的一個協會 所以現在只差一條線 許曉青現在為什麼 還有一線之隔 這一線之隔是什麼 這個協會的經費 有沒有任何一筆來自劉家 來自於杜炳成跟劉相傑的公司 或者直接來自劉媽媽 如果這個錢是有跟整個劉家有關聯的話 許曉青就是拿詐騙財團資金 灌到自己的選舉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一般基金會是每年都要報仗 對 可是這種協會啊 不用 協會你不用報內政部不會理你 因為太多太小 幾萬個啦 好 重點來了 他既然用這個名義 在外面辦活動 他一定有收入 收入來源是什麼 收入來源 因為我們剛剛也提到說辦這些活動 如果跟許曉青的選舉有關 而這個收入又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收入 幫許曉青辦了 這辦了這個活動 然後許曉青去參加 送雞蛋送柚子 然後又送的禮物呢 全部包在一起 如果提籃上面是許曉青 裡面的東西你說是協會 對一般的民眾來說 對 就是許曉青 就是許曉青嘛 就是許議員辦的活動嘛 是 理長叫許議員辦 這個這個海報看起來就知道了嘛 這就是理長叫許曉青議員 在我們這裡辦的活動嘛 這個暗示叫做這個里長 是許曉青的條子啦 一般的民眾接著這個海報 搭一個樓梯間就說議員叫理長辦嘛 因為那天有送以外交軟嘛 不去 白不去嘛 大家多減就去摸桌 摸起禮品 拿回來 心裡想說這誰送的 當然是許曉青 那個里長嘛 里長 里長哪有可能去送這個 可是裡面的送的東西 剛好這個協會喜歡做公益 是 喜歡做公益 大家簽了很多 而且公益不是只有辦一場 這辦幾六項 行為 這一些公益活動的支出嘛 那應該也要有收入嘛 是 那這個收入是什麼 搞不好會影響 接下來許曉青在這個地方 因為盡情購解 什麼會選 什麼位 現在還沒有結案喔 他上面不是辦一些什麼 台子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對 那個有些案子 到現在都還沒結喔 對 所以這個協會 值得大家繼續關心 因為這個劉彥禮也不是這個 劉彥禮不是讀這個啦 差點財經相關 對啊 他也不是做建築 做什麼的工程都不是啊 這麼熱心公益 你媽在做議員 這麼熱心公益 在做都庚 那你去台中 應該是做都發局長啊 你怎麼跑去台中 當演考位主委 這個很莫名其妙 所以這個案子呢 看起來是有貓你